蔡当局有没有阻挡BNT疫苗再次掀起热议 民进党当局两年前是否阻挡郭台铭采购BNT疫苗仪式陷入罗生门 他先是部门负责人陈建仁 台卫副部门负责人薛瑞源 时任台卫副部门负责人陈时中 均否认当BNT疫苗的说法 陈时中含指郭台铭就他想记忆的部分说明 还称事后大家记忆有点模糊 然而郭台铭近日重提两年前台当局阻挡购买BNT疫苗仪式 更爆料蔡英文办公室前秘书长李大为曾打电话告知 大小姐说了你还是不要买了 所谓的大小姐被认为就是在指蔡英文 蔡英文时日的最新社交贴文完全未提此事 只有对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上任100天表示感谢 这因来岛内的大批的网友不满贯报留言 有网友直批 神隐大小姐什么时候放民众在眼内 谢谢大小姐让世界认识台湾 有蔡当局挡疫苗 大小姐你醒来 神隐少女 神隐骑士 大小姐半夜才发文你在怕什么呢